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喔 因為這個也是在圓周這個單元裡面的重點的題目 就是如果倚之圓周長 倚之圓周長要怎麼樣求直徑半徑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匯群用一個圓周長157公分的測巨輪 來測量花園的周長 所以我們簡單畫一個圓 好 假設這是一個花園 對不對 他最後要求的是什麼 這個花園的半徑 所以這些關鍵的東西我們都先把它標示上去 半徑 我們用小孩來表示 好 所以測巨輪157公分 他的周長轉了100圈 所以這個公園有博長 這個公園的周長有多大 157公分喔 157公分 乘以100嘛 所以我們得到的結果是15700公分嘛 但是呢 他最後要問的是半徑是多少公尺 所以這個公尺我們也了解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先換算嘛 這樣數字比較不會那麼大 所以這邊會等於多少 157公尺 好 周長確定了 好 周長的公式我們回想一下 怎麼算 周長等於什麼 周長等於什麼 直徑 可以拍嘛 或者是 2 兩個半徑 再乘以拍嘛 好 157我們再回想一下 那時候老師要同學記得那些拍 有沒有 1拍 2拍 3拍 5拍 25拍 157等於幾拍 50拍 15.7是5拍嘛 所以這裡是幾拍 是50拍 你看喔 列完了 拍跟拍消掉 等量公尼嘛 等量數法公尼 再來等量公尼除以2 這裡除掉 所以R等於多少 25 單位 公尺 你看很快就算完了喔 25公尺 半徑是25公尺 如果你不這樣算的話 我們用傳統的方式來算 我算一次給同學看喔 傳統的方式怎麼算 好 157 等於2 乘以R 乘以3.14 所以它變成多少 R會等於多少 R會等於多少 157 除以6.28 你多了這個步驟 你多了一個計算 你就可能多了一個 無錯的機會 所以你 大部分的同學 都是這樣算嘛 一樣可以算出答案來 但是 老師上課 有普通的 我希望同學真的 要把它記起來 這樣 快速又不容易做 可以嗎 有沒有理解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數字 就變成小數的處法 但是我們這邊有沒有計算 沒有嘛 我們都在整理柿子 都在整理柿子 都在整理柿子喔